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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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可能暗王是假装不知情的 故意仍然而目的 也有可能是真不知情 除了暗王 陈王的嫌疑也很大 柳如意和陈王之间有往来 而且知道一些秘密 加上芙蓉多次坏了陈王的好事 所以陈王为了除掉后患 打算解决掉柳如意和芙蓉 在陈王的手下也说了 在他们到达柳如意的如意楼的时候 柳如意已经死了 也就是说并非陈王下了手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柳如意的死就成了一桩悬案了 柳如意到底是被谁害死的 害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第三还有一个谜团就是 陈王在成魂之夜想要刺杀素王 给师父柳如意报仇 这一事发突然 没有一点的铺垫很突兀 那么好端端的 陈王怎么会觉得素王是凶手呢 估计是有人故意使用了离间计 陈王和素王被谁离间了感情 离间陈王导致陈王误会素王的人 估计就是害死柳如意的 然后还想要嫁祸给素王的人 那么谁会去离间陈王和素王的感情呢 估计就是安王的概率比较大了 安王和素王向来是有仇怨的 现在呢安王喜欢的女人也被素王夺走了 心仇就恨让安王坐不住也是有可能的 但口说无凭啊 想要知道真相 还是要等后面的剧情播出之后才能够见分享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